說了這麼久 三稅分流終於要實現 今個禮拜日早上5時起 紅稅、東稅及西稅 將會實施不同時段不同收費 在禮拜一至禮拜六 試駕車紅稅及東稅的收費 介乎20元至40元 而西稅的收費 介乎20元至60元 至於電單車在這三條隧道 全日收費介乎8元至24元 在不同的收費車段之間 會有過度安排 避免隧道費不會一下子飆升 或急跌 變成誘因令駕駛者突然加速或減速 影響道路安全 在禮拜日及公眾假期 三條過海隧道 私家車收費介乎20元至25元 電單車收費介乎8元至10元 至於的士全日或一收25元 其他商用車 包括貨車及巴士等 就全日或一收50元 除了西稅北行之外 三條隧道的收費點 都設在隧道的九龍出入口 即是原來收費廣場附近 市民可以透過隧道費顯示屏 易通行或香港出行的APP 或網站查閱收費 我們預期分時段收費實施的初期 過海交通狀況可能每天 都會有些變化或有些反覆 是需要一段時間 就會逐漸穩定下來 我們現時初步就估計 洪水的車龍是可以減低 希望可以減低1公里 而冬水那裡希望可以減短 是0.5公里左右 當然這也是好看 駕駛者互動之間駕駛的關係 和情況